蘑菇箱筍材料很简单,首先我们要蘑菇半磅,露笋半磅,半桩的小竹筍是半罐,8公尺 调味方面有两个部分,A是酱油膏1有2分1茶匙,糖10分1茶匙,冬菇味粉4分1茶匙,少许麻油胡椒粉 第二份B是酱油膏1有2分1茶匙,生抽4分1茶匙,老抽3分1茶匙,糖8分1茶匙,冬菇味粉1茶匙 做法也是很简单的,蘑菇我们去到脚部,然后在水后冲洗它,冬菇表面的污脏东西,不要浸在芯盘洗,要不然水分吸进去,炒出来就会很湿的了,那这个菜就会有很多水,不够干身的了,蘑菇我们洗干净之后呢,可以更加用手指去抹一抹就更加好了, 那那个蘑菇是新鲜的,我们买回来洗干净,脚部那里呢,我们撕断了那部分就不要了,那如果它是太长的,我们就把它一开二呢,如果它不是很长的呢,那我们可以圆条用的 另外那些筑筑是灌装的,我们开了出来,倒了一点水,那这个小筑筑呢,是小小条的,如果买到这一只就最好了,如果没有这些呢,其他筑筑是比较长的那些呢,那我们也要把它一开为二了,那处理好些材料,我们现在可以煮的了,那那个露筑呢, 我们就是用盐油水去灼熟它,然后拿起来瓊水了,蘑菇呢,我们就是用油将调味A加下去,快手地炒,你炒得久呢,它又会出水的,所以把它快手地炒熟了,就拿它出来, 而那些小筑筑呢,它因为已经在水里浸了那么久呢,我们冲洗,抹干身之后呢,就不需要过水,我是要炒香它,给一些味道下去,所以呢,就不需要好像露筑那样,要过盐油水的,我就用油爆香,加上它的调味B呢,爆香了这个小筑筑之后呢,然后将露筑,蘑菇加进去,一起 那样拌均匀了,就OK的了,这个菜是很简单,很快去做完,我是不需要打芡的,因为快手的时候呢,这个蘑菇不会出水,那就是干炒的这个菜